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生当天与觉悟的那一天 就是一亿深远的两天 也是大相径庭的生命成就 知简数如下 第一 出生当天彰显因果 生命最重要的两天 其一就是出生当天 因为他彰显 不管是含着金汤池呱呱落地在深宫豪宅 亦或被遗弃在垃圾桶垂围而生 其来必有字 都在彰显当事人自己过去累世造作行为记录 今生业满 随着自己造作了业力而生 第二 十二因缘有情众生流转生死过程 十二因缘法 详细阐述我人有情众生生死流转的过程如下 一 无名 一切投生的因缘始于无名 以及贪嗔痴等烦恼为生死根本 二 行 造作租业 形成业实 三 时 夜时成熟而投胎 四 明色 只有胎形而尚未具足六种器官 其中色指尘物质性 以及五蕴当中的色蕴 明则指向今生性 以及五蕴当中的受想行事蕴 五 六入 它要成长 具足眼耳等六器官的胎形 六 粗 粗胎与外境开始接触 七 瘦 与外境接触生起苦乐感受 八 爱 对外境生起爱欲 九 曲 为直取而造作竹叶 十 有 因为存在造作而形成业因 继续感召未来的果报 十一 生 继续承受未来的五蕴生 十二 老死 未来之生见老而死 十二因缘又称十二支 包括三世 起祸 造业 寿生等一切因果 周而复始 乃至于无穷无尽 轮回受报而苦 第三 觉悟生命存在意义 解脱生死轮回 生命波音只是随着十二因缘的业力漂流而轮回受生 如何在生命成长过程 借由听经文法 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活出利他自利两相宜的生命态度 借由不二中道的教导 超越有向培伏的直取 升华思维 逐步彰显终极本质 根本质与宇宙万象在原初 生命合一 unification 密气相应的关系 是为觉悟生命存在的意义 因此 法华金云 诸佛世尊 唯一一大事因缘 故出现于世 经典教导 诸佛以一大事因缘 就是帮助众生 了生托死 因此 趁愿再重返朔破世界 教化众生 令人人都能觉悟 生命存在意义 进而解脱生死轮回之苦 宗论 源于心 超乎心 这是文书法教的核心关键 一指承认心 偷射出当事人 与宇宙万象的关系 不因化心自现 思维源于心 超乎心 根据这一点 方能超越现象界一切恶元对立的矛盾 回归终极本质如如不动 祭灭的特质 最后 圣玄公祝国泰民安 战役圆满 并送和福 千祥云祭 万福并争 每周五早上七点 不见不散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